苏联时代赫鲁晓夫氏 意味着平民家常 氏样的氏 斯大林氏 斯大林氏 意味着宏大奢华压抑 不如沙皇氏 有品味 那就是土豪味 就是爆发户 下面介绍两个赫鲁晓夫的家常菜 赫鲁晓夫面团 几乎每个苏联家庭主妇都知道 是由赫鲁晓夫的厨子安娜 推广的一种烘焙面团 适用于甜味和咸味的烘焙 材料是面粉50克500克 黄油200克 干酵母 酵母还是酵母 酵母吧 是吧 就叫安赞 是吧 安赞 2.5 茶室 钥匙的室 就那一小茶羹 那小勺 2.5 糖 两汤 两汤室 那个快汤喝的那小勺 两勺 茶 半茶室 盐盐 牛奶 0.25公升 0.25公升 这都有配比的啊 都有比例 面粉筛过 把面粉筛一下 在那小螺筛一下 加入切成小块的黄油 揉搓 将干酵母 糖和盐 混合 倒入牛奶 一点一点的加入面粉 揉成形成柔软的面团 什么程度呢 不粘手 不粘盆 将面团放到撒有面粉的砧板上 案板上 揉7到10分钟 面团应该是柔软光滑有弹性 将面团放入容器中 要流出发酵的空间 盖上盖或者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 四个小时即可 这还有一种汤 叫狩猎打猎 香肠汤 这都是啊 这个苏联国家领导人身边的菜谱 都是这些东西 材料 鸡腿肉一公斤 香肠150克 洋葱三四个 西红柿五个 鸡蛋五个 米 大米一杯 水两升 还有月桂叶 盐 胡椒粉 将香肠和洋葱切碎 加热大锅 将香肠煎一下 然后加入洋葱炒 捞出备用 将鸡肉切成小块 煎五分钟 添水盖上炖两分钟 加入米 加入米 煮十五至二十分钟 将西红柿焯水 去皮 打碎 鸡蛋打散 和洋葱香肠 一起加入锅中 再加入月桂叶 盐和胡椒粉 小火 煮五分钟 关火 再焖 半个小时 即可 哎呀 车 小火 好 小火 煎小火 开始 期盐 炒 炸 炸